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在天水維家湖的酒店 就是有一個重建的藍圖暴了光 因為之前他們正在去承規會 就有一些技術的東西進行討論 看看承規會會不會批 現在看到那個改變會是怎樣呢 現在佔地是30萬平方呎 住宅重建的部份佔5倍的地積比 涉及150萬呎 非住宅的部份是1.66倍 就差不多是498,600呎 做一個綜合用途的樓面 住宅部份希望提供5,000伙 三百平方呎的單位每層就54個單位 商場就會保留 即200萬平方呎的商場就會保留 這個項目想著是會容納到7,500人 預計是2022年就可以落成 我想討論的東西就不是講這些技術的參數 我想討論的就是說 其實現在在內地我們做一些地塊的發展 譬如綜合用地的發展 他們是會有些要求才能留意才能發售 譬如酒店要落成了 要多少入住率 或者是商場 有多少是營業中 才是准許它去做物業發售 因為其實很多政府 如果就這樣去單純去賣地 其實就很容易 因為住宅用地 始終在大城市裡面 都是需求因切的 那就是說你投到地 如果你夠錢搜下去 那個利潤就一定是會有 但是做一個地塊的發展 並不是一定是賺錢 因為你要是顧及它整個 對那個地方 那個地區 有什麼就業的提供 對那個地區有什麼GDP的貢獻 其實在很久以前 衛星城市就是用工廠 在那裡蓋 然後再蓋住宅 在附近做配套 就是屯門、荃灣 以前都是這樣的 用工廠在那邊蓋 然後再用旁邊的勞動力去帶動 其實以前酒店 為什麼要選擇在天水圍呢 就是希望在那裡 也在那裡創造區內的就業 那你說純粹在技術指標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你合不合乎那個規範 對那個周邊環境有沒有影響 就容易批 但是你那時候想那個做酒店用途 因為酒店是需要大量的人手 你其實是會給到一些工作的機會 給附近的人 那雖然你說現在疫情 酒店就死了 但是 疫情始終都會是過去 和以前他計算的那條數 就用酒店的數來去計算 和現在住宅來計算的那條數 那個相差是多少 保地價是怎樣計算呢 這些全部是和公帑有關 和整個發展有關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 通常有些人就攻擊我說 什麼維護地產霸權 如果維護地產霸權 就不會拍這些題目的 因為好像說了一些 地產商不適合聽的話 那只不過我想拍這條片 說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可能都未必是對的 那讓大家去 在不同角度去思考問題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聊聊 拜拜